好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第八章 我們這裡要介紹的是黑群 那這個黑群怎麼翻譯成中文呢 其實是不要翻譯的 因為翻譯之後你也不曉得要做什麼 這個黑群的中文是黑群 很多電腦的專業名詞 是讓不要應該翻譯成中文的 因為翻譯成中文之後 無法跟人家溝通 而且翻譯成中文之後 中文系的人也不知道他什麼意思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邊我們這個表 列出來一些 我們已經知道的一些資料提供 那這個array是最簡單的 array就是a 然後看你是從b還是從0開始 然後到n 這個是array 那另外我們也看過了這個tree 不管是一般的tree還是mytree 我們也看過tree 那接下來我們在這個 資料裡面的處理 常常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insert search 還有tree 像我們剛剛說我們要做這個howman code 那我們howman code裡面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資料把它印射進去 我們要insert 然後我們要找最小值 然後呢 找完之後呢 還要把這個最小值把它刪掉 所以這三個動作是我們經常在做的 那你如果設計一個網頁 你說要維護這個 我們這個全班同學的資料 那我們全班同學資料的話 如果有轉 轉學生進來了 你就要印射資料進去 有人被退學了 你把他疊掉 你要搜尋誰 資料結構考試層體比較高 你要search 所以這個資料結構裡面 或者資料庫裡面 做這個三件事情是 最普遍最平常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說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這個資料結構裡面 這三種動作 他們的效率各是如何 那第一個呢 我們先看array 那array的話 你就是分成兩種情況 一個是有sort 這個資料是排序的 另外一個情況是資料沒有排序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資料有排序的話 那我現在要insert一個資料進去 那你就會insert到正確位置 你有排序嘛 你不能隨便放 你要放到正確位置 那就像我們 剛剛前面看到insert insert insert就是 你這要前面已經排好進去的 你要把下一筆 再把它放到正確位置 這個insert的要花多少時間 要花多多人的時間 然後呢 如果你要縮詢 那縮詢的話 基本上用mine設計就可以了 mine設計的話 隨時漏人的時間 你要delete的資料 也很麻煩 如果要把中間的模擬筆 再把它刪掉 你後面呢 都要往前挪動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delete也要花多人的時間 好 這塊如果你是沒有排好數據的話 那insert非常方便 既然沒有數據的話 我就把它放到最後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insert的只要花多1 但是縮詢的話 就麻煩了 因為縮詢你不曉得要放在什麼地方 因此的話 你可能從第一筆到最後一筆 都要縮詢 都要找 所以要花多人的時間 那刪除了也很容易 你要把中間那筆刪掉 那很簡單 中間那筆刪掉之後呢 把最後一筆拿來放在中間就可以了 因為它沒有排好數據 好這個是耳類的情況 那接下來你看tree的情況 這個tree的情況 就是 這個tree就是要看你這個資料 基本上放在tree裡面 基本上一般都是已經排好順序的 你都放在tree裡面 都沒有排好順序 那放在tree裡面是沒有用的 你如果這個資料放在tree裡面 那隨便嫩化 隨便嫩化的話就不用放tree了 你放在後面就可以了 所以放在tree裡面的話 基本上 它會有分大小順序的 就是 可能左邊起來 右邊大 按照那個順序 那邊有同學趴在桌上 我們把它敲一下 後面有一位 好 那這個tree要分成兩種情況 基本上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tree基本上是有按照順序的 大小順序 大小順序 那這個tree的這個架弱分成兩種情況 就是按Balance 不平衡 這個Balance就平衡 按在前面的話就不平衡 那右邊的話 這是Balance 有平衡的 那不平衡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是要搜尋的這個範圍 或者要insert 要處理的資料 都是tree的高度 所以這個insert 是O的h h h代表tree的高度 這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h代表tree的高度 那 你要色選的話 你也是要搜尋tree的高度 你要疊一疊的話 也是tree的高度 那這個的話 我們在前面 應該是第六個席題 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 各位要insert資料 要搜尋資料 要delay資料 我們就已經做過了 但是這個tree的話 沒有保證是Balance 所以 就是 tree的高度 那這個tree的高度的話 假設你這個tree是偏向一邊的 這個tree的高度 HR 這個值還是很大 那另外有條件是Balance的 那Balance的話 我們在下一個 chapter 會來介紹 就是 這個 Balance的情況 好 那這個Balance的話 就是tree 主要是均衡的 那主要均衡的話 這個tree的高度 就可以保證在 LOGN的範圍 所以基本上 你要insert 要色選 要delete 都還是tree的高度 但是這個tree 是Balance的 所以這個tree的高度 就會保證在 LOGN的範圍裡面 好 這一個chapter 我們的標點是什麼 是h 所以我們既不是用 orway的方式 也不是用tree的方式 我們用hash table的方式 來做 那我們就要問一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在order one做 就是 剛剛的這個三個工作 insert search 跟delete 有沒有可能在order one 那order one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order one就是 常數時間 只要花一個單位時間 就把它做完了 所以當我們寫一個order one 所以當我們寫一個order one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 constant time 這個是常數的時間 那有沒有可能有 這個 這麼少的時間 就把它做完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這個方法就比 剛剛的手提的方法 要好很多 好 那我們 先看一個 簡單的範例 到底hash table 做什麼事情 這個hash的意思就是 把一個key 經過一個轉換之後呢 變成一個table的index 那我們就看一個範例 這邊有1 2 3 4 5 6 有6個資料 那6個資料的話 我們先把key拿出來 就是6個key 那我們經過這個hash function 這個hash function的話 我們這邊定義的hash function 就是 把這個key的值 把它mode10 也就是我們在這個 若是用c語言寫的話 就是百分比的符號 就是把它除以10之後 得到了疑數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hash之後的這個tableindex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tableindex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tableindex就是 我們要把這個放的位置 所以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18 18進來 這個 把mode10之後呢 它的疑數是8 所以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18 第二個進來23 mode10之後呢 它的疑數是3 那3本來應該放到第三個位置 可是第三個位置 已經有人放進去了 所以它就放到第三個位置 下一個 放到第四個位置 再來13 放到第四個位置 再來13 mode10之後呢 得到3 他本來要放到第三個位置 有第三個放了 就放到第四個 第四個也放了,所以放到第五個 接下來是24 24mol的10 余數是等於4 那他本來應該放到第四個位置 那第四個位置放了 第五個位置放了 所以他放到第五個位置 另外10mol的10 余數是0 所以放到第0個位置 好,那這樣我們就把這個放進去 所以就是我們經過一個hash function 這是一個hash function 然後呢,轉換之後呢 就是把你的key的值 變成你的table的index 就是編號 那table index就是你的table的位置 那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搜尋 你如果想要問說 這個33有沒有在裡面 想要問33有沒有在裡面 那一定要用這個hash function 你就是把33除以10 得到余數等於3 那我們就到第三個位置去找 那第三個位置 你要找的時候呢 你當然就是33跟現在23比較 你就知道他們有兩個不一樣 這個不是33 那不是33的話 可能放在下一個位置 所以再繼續看 下一個位置是33 那我們走好了 假設今天你要找的是一個53 那你要看到53因為在裡面 你要末的10之後得到3 那從第三個位置開始 那第三個位置的話 他不是53 第四個位置 他有的是53 第五個位置 第六個位置 多不是53 第七個位置沒有 沒有東西 那代表53沒有在裡面 所以這個53要找到什麼時候呢 找到一個空的地方就停了 空的地方 表示以下不可能有53 如果這裡面有53的話 一定是連到這個6的下方 這個7一定要有資料 那你這個要斷掉的話代表 這個53沒有在裡面 好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找 看看這個18有沒有在裡面 那你就非常幸運 18末的10等於8 到第8個位置去找 那你就找到18了 就找到了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看這個28有沒有在裡面 好28有沒有在裡面 那也是一樣 然後末的10之後得到的位置是8 那就到第8個位置去找 第8個位置跟這個 這個 這裡面的這個18 跟我們要找到28不一樣 那第8個位置下一個沒有 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 28沒有在裡面 那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hash table 什麼時候是有效率的 你不能擺 你不能擺得太緊 擺得太緊的話 你就是 下一筆資料 下一筆資料 還要再看 如果你擺得比較細疏一點的話 你經常有空的地方 那經常有空的地方的話 就是那一段 就是你要搜尋的範圍 那那一段都沒有的話 他就不在裡面了 那如果你擺得太緊的話 就連續一段 這一段都是你要搜尋的範圍 好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來看看 那這裡有一個名稱 那這裡有一個名稱 這個名詞就是 這個我們的hash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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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碰撞 hash的碰撞 那什麼叫hash的碰撞 那什麼叫hash的碰撞呢 就是 兩個key 兩個key 原來是不一樣的 可是呢 它希望碰到同一個位置 我們這邊所謂的位置 就是叫bucket bucket 就是我們這邊的位置 就是table的位置 那譬如剛剛我們要把這個 33把它放進去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223 他已經放到第三個位置了 那33要放進去的時候呢 他本來想放第三個位置 可是他已經有了 那代表的話 33會跟23碰撞 因為他們兩個mod之後呢 都是等於3 這裡會碰撞 那當然碰撞的時候呢 我們是把它放到 這個23的下一個位置 就是我們33 所以這個hash collision 就是經過轉換之後 裡面兩個想要放到同一個地方 那這個現象叫碰撞 好 所以呢 這個接下來我們就來 介紹我們在這個hash 這個所用的一些名詞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那個範例 其實是一個static hash static就是靜態的 就是這個table的這個大小 它是不變的 你的資料放的地方 它已經不變的 這是靜態的 我們剛剛看那個方法就是一個靜態的 那我們的這個資料 就是我們現在用這個key 是把它存放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叫hash cargo 再過來就是我們剛剛有看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bucket 那就是這個像我們這邊 右邊這個範例 這個bucket就從0到25 這是一個bucket的一個bucket 它可以放兩個位置的資料 就stop stop的1跟stop的2 再過來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hash collection 就是當我們的這個k1跟k2 這兩個原來不一樣的 你經過這個h之後呢 它們兩個子一樣的 H0這個k1跟h2 這兩個子變成一樣的 就碰碰在一起 那碰碰在一起的話 這個叫hash collection 那當然在我們這邊在談的就是 這個hash collection 在這邊就是 因為你這些 現在這邊bucket有兩個 那你如果說像我們這個第三個bucket 現在只有一筆資料在裡面 另外一個一定要是空的 那你如果還有一個東西 是要放到第三個位置的 那這個沒有問題 那這邊 就是 從我們的定義來講 它沒有碰撞 因為這兩個 下一個才可以放 但是如果說 你要放進去的時候 都已經是滿了 像bucket的0是已經滿了 你還要再放進去的話 那這個就是放到碰撞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hash的這個概念裡面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怎麼樣去設計這個hash function 第一個事情 你怎麼樣設計這個hash function 第二個事情是 發生碰撞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第一個我們要怎麼設計這個hash function 那這個hash function 我們的這個設計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 你要容易計算 你的公司不要太複雜 第二個 你的碰撞要盡量減少 你設計一個東西 經常發生碰撞 那這個東西就不是好東西 因為你發生碰撞的話 你要把這個擺到下一步位置 那這個時候呢 你變成什麼 可能有連續的一段 都是有通通資料的 未來我們要搜尋的時候呢 就要把那一段的資料都頂下完畢之後 才能夠知道它有沒有在裡面 所以就是hash function 你要容易計算 然後你的目標 就是要減少我們運動的情況 再下來 這個所謂的hash function 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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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еста hash function hash function hash function hashfolk hashGH dicode hash function hash font hash function whраф hashTo hash겠어 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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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我們要介紹 應該講的是三種 最後我們要介紹 就是我們的Hash Function 有除法的方式 有Metal Square的方式 有Coding的方式 還有Digital Analysis的方式 其實我們要介紹這三個 除法的方式就是我們剛剛 最前面的那個簡單的方法 它就是一個除法的方式 就是Metal 所以我們的這個Hash Function 就是KModD D就是我們那個KB的最大的範圍 KModD 那求的儀數 儀數叫Remender 求的儀數 那儀數代表我們將來要放的位置 那因為我們這個算出來的東西 是將來要放的位置 所以這個Bucket的數量是V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會設定 V跟V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ModV 因為將來Bucket要放的位置 就是從零到V-1 那你把ModD之後 基本上這個V把設為V的話 這個ModD完V之後 它的範圍就在零到V-1之間 但是你要Mod的那個值 但是你要Mod的那個值 那個V或者這個D 那個值 你要好好選擇 那 假設 譬如說 你要Mod是一個Mod12 Mod12 那我們認為這個Mod12 它就不是一個好東西 那為什麼它不是一個好東西呢 假設我們今天這個考資料結構 考是選擇體有50體 每一體有2分 所以我們的成績裡面 全部只有我數沒有基數 那你的資料 因為全部都是我數的話 你Mod的這個12 譬如說你20Mod12得到8 30Mod12得到4 28Mod12得 這邊寫錯了 28Mod12 這邊寫錯了 各位改一下 28Mod12 是應該是多少 好 這邊寫錯了 假設這個D是等於12 所以這個30Mod12得到2 然後28Mod12得到4 這寫錯了 等一下 好 那這個是顯示 剛剛各位看到就是 假設你進來的資料 都是偶數的話 那你Mod12之後 它所得到的比數都是偶數 都是偶數 那多是偶數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 它就不均勻啦 不夠均勻 因為你放的位置 都放在五數的地方 不會放在七數的地方 它就不夠均勻 那這個5的倍數的這一種也不好 譬如說D等於15 這個也不好 20Mod15之後得到5 30Mod15之後得到0 35Mod15之後得到5 這個也不夠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資料裡面 也經常會以5為單位 譬如說我們這個考試的時候 田中體20體每體5分 那你的成績都是5的倍數 那你Mod15之後啊 只會放在5個倍數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呢 你這個其他地方就沒有辦法放資料 那這個的話也是一樣 不夠均勻 所以基本上你這個偶數的啊 或者是5的倍數的 這種功夫不是很好 那比較理想的就是 應該是你是一個high number 那我們剛剛簡單翻譯 裡面那個死最不好的 Mod的死 那是常常發生 更常發生的 它既是2的倍數 又是5的倍數 所以我們現在剛剛看了 這個死是為了要讓各位看到一個 Hash function的一個簡單的概念 那Mod的死是最容易計算的 可是那Mod的死也是最不好的方式 那因此的話我們應該什麼 Mod的一個high number 一個直數 這是最好的 那這邊也看到就是 這個Mod的這個high number 這個high number 最好是什麼 在20裡面都沒有直音數的 沒有20以下的直音直音數的 那這應該是比較理想的選擇 那我們剛剛這個是Mod10 有直音數2也有直音數5 其實是非常不好的選擇 再下來這個第二種hash function的選擇 就是 middle square 那這個選擇的方式是這樣的 這個方法是這樣的 把這個key把它square square就是平方 把它平方 兩個相乘之後 然後呢 再篩選中間的磨幾個bit 來作為你的這個hash之後的值 那我們用這個範例來看一下 譬如說這個k 是1113586 那這個值當然很大 那這個把它平方一下 得到這一串 當然有的位置 有的位置不相信 就用手一算一算 就知道這個值得到是這一串 好 那得到這一串之後啊 假設我們的bucket 就是有一萬個位置 那一萬個位置的話 基本上就是什麼 從0到9999 所以就是四位數 我們的bucket的變號就是四位數 0到9999 那9999就是我們的最大值 可以融化到最大值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簡單的 就是把中間這四個碼取出來 做為它的這個bucket的位置 所以這個方法叫什麼 same bar square 然後再取中間的某一個數量 出來做為它的key 它的這個hash之後的值 那你這個中間要取幾個碼出來 當然就跟你的bucket的數量有關係 假設bucket的是 魚碼最多是到四位數 9999 那我們就取中間的一段 四個number出來 做為我們的hash之後的值 好 這是第二個方式 就是先把它平方之後 取中間的某幾位出來 好 再來第三個方式是folding 折疊 那這個方法稍微複雜一點點 我們就把這個key 我們看一下這個範例 把這個key就把它切成幾個部分 這個長串這個東西是一個key 這是一個長串的東西 這是我們算的一個key 然後呢我們就把這個東西把它切成五塊 每三位把它切一塊 所以這一塊 第二塊 第三 第四 第五 把它切成五塊 那之後呢我們看看我們怎麼進行這個hash的動作呢 我們把這個123擺下來 203擺下來 21擺下來 112 放下來 還有最後這個20把它放下來 之後你就用簡單的加碼把它加起來 3加3加1加2得到9 2加4加1加2 這裡得到9 1加2加2加1得到6 所以699就是 經過我們這個印算之後 分成幾個段落之後 把它加在一起 那如果你希望有點變化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 右邊這個方式 右邊這個方式的話 我們看一下 也是要把它分成五段 那分成五段的話 第一段就是p1 123擺下來 123 123 下一段的話 擺的是應該是203的 但是我們把它分成五段 把它反過來 變成32 所以這個有點折疊的概念 就是把它反過來 123之後這個把它反過來 變成32 再後來下一段的話 21放進來 再下來這個 本來應該是112的 現在把它反過來 變成211 然後最後這個20把它放下來 所以右邊這個方式就是 有點變化 這個 這個你就是 有一段是正向的 有一段是反向的 所以我們這個箭頭方向 代表你讀這個資料的順序 這個方向 從左邊到右邊就是123 從右邊過來 就是把它反過來 就是302 把它反過來302 所以這個箭頭代表我們讀的方向 那也是一樣 那也是一樣 你就順著這個 把這些數字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那這個897 這個就是我們的 Hash之後的Key Hash之後的子 就是897 好 所以從這裡 你就會知道說 我們這個Hash function 在設計上面 其實有各式各樣的變化 你可以還可以 你想到了 用你自己的方式來做 來設計 這個也不是唯一的 對不對 剛剛看到了 你這個可以反向啊 可以切割啊 那其實人家做什麼樣的設計 你都可以做的 那但是就是說 我們這個設計的目標 剛剛說過的 不要讓這個積分太複雜 然後第二個 你要盡量避免我們的碰撞 好 剛剛是這個Hash function 第一個我們要處理的就是 碰撞要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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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邊 這個碰撞裡面的這個 這個一般化的這個講法就是 這個overflow overflow叫異位齁 就是超過了怎麼辦 你要放進去的時候呢 那個地方已經滿了 我們到底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個overflow的定義就是 當你這個home bucket 是滿的時候 可是你還有一個新的東西要放進來 也就是這個overflow的時候 就是剛碰撞起來造成一個現象 那這個overflow我們要怎麼處理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在hash裡面的 第二個要關心的問題 剛剛第一個就是hash function的定義 這個設計 第二個就是overflow 或者碰撞的時候我們要怎麼處理 好 那大概就是有兩大種類的方式 第一個大種類的方式 就是chain 第二個大種類的方式就是chain chain的方式 第一個種類 第二個種類 那第一個種類裡面的話 又分成 在我們這邊的話 又分成三種方式 就是這個open耳推行 又分成三種方式 那這個open耳推行的這個方式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你在那個hash table裡面 假設那個量已經被炸了 那怎麼辦呢 就設法再找到下一個 再設法找到下一個 還沒有滿的地方 這個是這個open耳推行的方式 那至於你也準備去找到下一個 還沒有被炸了的地方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一共有三種方式 那第一個叫near problem 也有叫cortrated problem 第三個是retation 那這個就是chain的方式的話 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用一個linked list 用linked list 把它串起來 那所以它這個基本上就 不會有障礙的地方 就是沒有障礙的問題啊 就是每一個budget 本身它是用linked list把它串起來 那linked list串起來 可以串得很很長 那所以它就沒有這個被障的問題 好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near problem 那這個near problem 這個目的就是near就是線性的意思啊 線性 所以我們就是找下一個 簡單的就是找下一個 好 這個公式呢在這裡 hok 就是我們hage之後那個index那個值 在modd 那第一次的時候呢 你會加一個列進來 那個列的值等於0 也就是我們最原始的情況 最原始的情況 那如果放出碰撞的話怎麼辦 下一次再加一個列進來 這個列的值就變成1 所以按照我們剛剛的講法 就是下一個位置 然後如果再碰撞的話怎麼辦 再把這些列的值再加1 就變成2 又是在下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方式就是我們剛剛 最開始所舉的那個範例裡面的那個方式 就是每一次放出碰撞的話 你就找下一個位置 再找下一個位置 那那個找下一個位置 找下一個位置的這個概念 我們把它寫成公式 就像這樣一個情況 就是hok再加這個列 這個列的值的變化 剛開始是0 然後有碰撞了 下一次就變成1 再碰撞下一次就變成2 然後一起列推 好 那這個我們在這邊 再把這個概念 再重複用另外一個例子 來把它看一下 那我們首先 就是假設我們這個上面 就是我們的key 有這一堆的key 然後呢 我們現在設計這個hash function 我們是用key mod17 那17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因為17是一個比較好的 好 那我們先把它算一算 這個mod17之後得到值 6 mod17之後得到6 那12得到12 34 mod17之後得到0 29 mod17之後得到12 28 mod17之後得到11 這個11之後得到11 23之後呢 mod17得到6 那7之後得到7 0得到0 33 mod17是得到16 所以這一排的話 就是我們第一次 算出來那個hash的值 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準備 把這個hash的值 怎麼把它擺進去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6 我們把它擺進去 放到第6個位置 這個是第6個位置 我們放進去 下一個是12 我們把它放進去 再推定 再後來是0 我們把它放進去 但是12放進去的時候 就發動碰撞了 那發動碰撞的話 按照我們的這個講法 就是 我們就把這個hash 從剛剛的0 再把它加1 就變成hash 加1 那加1就是我們找下一個位置 那你這個第12個位置發動碰撞了 我們再找下一個位置 就是第13個位置 29放進來 在這裡 在外這個 28要放進來 它的mode值是11 那11的話 沒有問題 放進來 好 接下來這個11要放進來 那11mode之後 得到這個11 11在這邊的話 已經上滿了 我們就把它 用把這個列列子再加1 就看下一個位置 那下一個位置的話 這個12也被站滿了 第13個位置也被站滿了 結果放到第14個位置 再過來這個23 mode之後得到6 這個6 它本來要放到第65位置 那6被站滿了 我們就放下一個 就是23 再下來這個7 7本來要放第7個位置的 那7被站滿了 我們就放到第8個位置 再過來是0 本來要放到第0個位置 然後 站滿了之後呢 我們就放下一個 接下來16 這個33mode之後得到這個16 我們就放到第16個位置 好 所以這邊這個範例 基本上跟我們最開始的 那個簡單的範例 是一樣的 就是 直接放上碰撞的話 我們就把它放到下一個位置 那公式就在這邊 剛說的 就是HOK 再加J 那列列子的話 第一次是0 那如果碰撞的話 把列列子加1變1 再碰撞的話 把列子加1變2 好 所以這個方式叫做Ninier Provin Ninier的意思就是線性的 調線的 再下來是這個 Quadratic Quadratic 這個二次方 我們講平方平方 square 平方 Quadratic就是二次的 我們講二次多相式 二次多相式 就是Quadratic Polinomi 二次多相式 這是二次的意思 好 那這個二次的話 我們怎麼實現呢 我們直接看下面這個方法 最開始 一開始都是一個HOS 這個HOS 下一次咧 我們怎麼辦呢 就把它加1的平方 先用平方的 所以我們是加1的平方 然後再不行的話 我們再把它減1的平方 那當然加1平方 減1平方 就等於加1跟減1 下一次再不行的話 就是2的平方 加2的平方 還可以是減2的平方 再來就是加3的平方 減3的平方 所以按到這個順序 一個一個看 這個如果碰撞的話 我們就套用這個公式 再碰撞再套用這個公式 還碰撞再套用這個公式 還碰撞再套用這個公式 好 那我們這個套用這個公式的方式的話 不像剛前面的是唸遠 剛前面唸遠 就是每次都看下一比下一比 這邊的話是看什麼地方呢 就看這個公式了 就是i的平方 一次是加i的平方 再一次是減i的平方 好 那我們這裡給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是 假設這個v是等於7 v是等於7 然後來這個2分之v減1就等於3 好 那我們就按照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算一下 把它算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 右邊這個範例裡面所談的 就是這個hs 這個就沒有寫出來了 我們只能看你要加多少東西 那最開始這個沒有加任何東西 所以最開始咧 就是你 就是自己本身 沒有加任何東西的 好 然後最後咧 如果你這個碰撞了 那我們就把它加1的平方 加1的平方 加1的平方就是這個1 再不行再碰撞的話 就減1的平方 那減1的平方 那減1的平方就是我們把它寫負1 然後再來不行 再加2的平方就是這個4 再來我們再把它減掉2的平方 就是這個負4 再過來9 就是3的平方 再過來是負9 那要記得啊 這些所有的切都要末的了嗎 末的我們這個v 我們這個公司裡面看到 都要末的v的 末的v的話 都要在我們這個範疑裡面 就是末的7 全部都要末的7 好 那我們把末的7一下 因為這裡面有正的有負的 把末的7之後咧 變成正的我們看得更清楚了 最開始是0 末的7當然也是0 1末的7當然還是1 負1咧 負1什麼意思 負1到7就是不足1啊 從7的角度來講的話 負1就只有6 往照一圈要記得啊 0到6之間 0到6之間 末的7最多就是0到6之間 所以負1就是不足1 不足1的意思其實是等於6的意思 所以負1末的7之後得到6 4末的之後得到4 負4末的之後就得到3 9末的7之後得到2 負9之後末的7之後得到5 這個範例告訴我們什麼事情呢 這個範例告訴我們的事情就是 這個看起來齁 這個末的這個 i平方 就是1的平方 2的平方 3的平方 好像在亂跳 會跳動 不像我們前面的那天跑好餅 那天跑好餅 那天跑好餅很簡單 這個不行就下一瓶下一瓶 這感覺上都會亂跳 但是這個亂跳呢 亂中有序 它跳過所有可能的位置 假設我們的這個hash table 就只有7個位置 假設我們的hash table是7個位置 bho b07就7個位置 那經由這個方式的話 你可以看齁 它跳 曾經跳過的位置就是 0到6 7個位置全部跳過 所以這個hash table 這個hash function的設計 就不錯齁 就是它會跳到的這個位置齁 它是每個位置都會跳到的 好 那什麼情況齁 什麼情況會有這麼一個現象 這已經經過證明了 我們剛剛指的一個範例 這已經經過證明了 你的b的值齁 如果是這個形式齁 4列加3這樣一個形式 4列加3這種形式的話 那就可以保證 這樣的東西就會跳過所有b的位置 從0到b-1都會跳過 我看過b的位置 那我們剛剛這個範例 4列加3 b是多少 b可以是z等於1的話 b是等於3 z等於1的話 b的值等於7 我們剛剛範例就是這個7 所以 所以就是說 看起來 這個 加1的平方 減1的平方 加2的平方 減2的平方 這個 會不然跳 可是它會跳過所有的位置 所以這個b的值 也不能隨便都來設計 設計 b的值 要設計這些東西 那這些呢 就是我們這些 這個就經過證明 就是這樣設計的話 就保證這樣一個值 好 這個是 我追的一個prop 就是2次方的prop 這個prop這個字 什麼意思呢 是探測 prop是探測 prop是探測 prop就是把e去掉 加ing prop 意思是探測 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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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各位已經這個 好像沒有在做什麼 電子電路實驗了 已經沒有了 所以呢 你就不知道那個插座裡面要電啊 那各位怎麼樣知道插座裡面有電 這個 電腦或者是你的任何儀器啊 插到我們那個插座裡面去 結果你的儀器設備不會動 第一件事你要做什麼 看電影裡面通啊 對不對 你不會動的話先看看電影沒通啊 那你電影沒通的話 你可知道那個插座裡面有沒有電 你怎麼做這個 算起來講一下 電影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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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系最有經驗的 在電腦電路實驗室裡面 你怎麼知道這個插座裡面 這個第一個要檢查啊 要半天弄半天然後敲你的電腦沒用 來跟他們講一下 三個電腦 他連心裡沒聽過 什麼叫三個電腦 三個電腦裡面有什麼 有碳針啊 碳針就要跑 三個電腦有碳針啊 好 碳針就要跑 所以用三個電腦那個碳針 插到那個 插到那個什麼 插到我們去測試看看有沒有電腦 有通過的那個電腦 有通過的話他就有電 當然如果萬一三用電腦也壞掉了 三用電腦也壞掉了 三用電腦也壞掉了 然後他就測得出來 當然我們假設你這個檢測運氣是正確的 沒有問題 那個要靠 假設你連三用電腦都沒有什麼畫面 還有一個方法 你用手去摸它看 看都會 看你 如果你還都要一秒鐘收回來 那就沒有電腦 你摸到十秒鐘都沒有感覺到就沒電了 你摸到十秒鐘都沒有感覺到就沒電了 好 我這樣講對吧 我們這個插座是110的 不是的 不是的 那個插座有兩極 一個是接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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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到接地的也沒感覺到 摸到接地就跟你的地平線 跟你的電位一樣 是沒感覺的 你摸到接地才有感覺 那如果兩個子都摸的話 那又 就要送醫院 來調查一下 有被電過的 110的 請舉手 有被電過110的請舉手 手會震動的嗎 那小店家小店有那個 那個給我什麼感覺 有被靜電感應過的請舉手 靜電 有時候你的衣服就會有了 不要說你這樣衣服就會有了 對不對 那個毛線音啊 那給我靜電啊 還有聲音呢 啪 那還有什麼聲音呢 那就是火光 那就是火光放電啊 POP POP 記得這個叫探測 探測 所以您的POP呢 就是您的POP呢 就是線性的探測 所以這個POP呢 就是這個二窗的探測 好 另外我們的這個 第三個方式 這叫retage 那就是當你有發生這個碰撞 那你這個要擺進去的地方呢 就是overflow 這個時候咧 我們就 hash function 一個一個拿來用 那你就事先設計好一些hash function 那這 DI的hash function 碰撞了 你就用 DI加一個 拿來用 所以就設計一系列的hash function 那這一系列的hash function的話 你也可以不要有任何的邏輯 你就按照你的概念去設計它 那打個比方 這裡 打個比方 比如說你這個h1啊 就是把它mode11 碰撞了 你把它mode251 再碰撞了 把x的平方 mode251 再碰撞了 再把這個mode1019 你就自己設計一些hash function 那一系列的就是去試看看 那一直找到沒有碰撞的位置 那這時候這個hash function的話 就比較沒有邏輯性可言 你就是覺得說哪些不錯的hash function 就拿來把它設計一下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這個hash的這個紙 都一台 你摸著這個 後面的D 這個紙都可以摸掉 那這樣的話就比較容易錯開來 所以這個第三種方式是hash的方式 好 再下來就是我們的這個處理 處理這個碰撞的第二種大的樣態 那第二種方式是chain的方式 chain的方式就是mode251的概念 則用mode251的概念來做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剛剛的這個 這個我們剛剛的範例是mode17 mode17 那我們共同的範例 我們也是把mode17 mode17 你的mode17是在D0的位置 34mode17也在D0的位置 那我們用mode251把它串起來 好 6跟23都是一樣 mode17之後呢 會放到D65位置 那我們把它串起來 11跟28都會放到D11的位置 把它串起來 12跟29也一樣都會放到D12的位置 你也是把它串起來 所以你那個資料法你可以一起加 因為它可以把它串起來 一直加 好 好 那 這個時候 這個 既然是用這個 linked list把它串在一起 那基本上 這個就沒有order flow的問題 然後你會一直串 但是串得很長的時候 這個變得沒有效率 因為linked list很長的話 我們將來要搜尋資料的時候 就要一筆一筆資料去尋找 那假設這些資料全部碰在一起 那你這一串就很長了 那很長的話 就變成什麼 跟linear search 跟special search 就變成一樣的時間 就這個時間效率不夠好 記得我們的hash 這個function的目的 是很快速的能夠找到我們用的資料 那如果你這個linked list很長的話 你就是變得很慢速的找到資料 那就變得沒有效率 所以這個chain 它有個缺點就是 你不能串得太長 串得太長的話 會變得沒有效率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下課休息